肝脏是最为沉默的器官,出现问题总是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它也是最容易被人伤害的器官,越来越多的人肝脏健康不在。 想要做好肝病的预防和保健,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肝脏不好身体带给我们的信号。 那么肝不好的人上厕所会有哪些表现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肝不好的人上厕所会有哪些表现呢? 1.小便颜色加深,正常人的尿液一般是淡黄色的透明液体,虽然在清晨起床第一次小便的时候,尿液会有发黄的情况,但是这都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2.如果在尿尿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小便颜色加深的非常,甚至会有浓茶一样的颜色,这时候就要警惕是否是肝脏出现了问题。 3.就像肝脏出现问题,身体会出现黄胆一样,小便发黄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大多是因为肝脏功能受损或者影响到了胆道,这样就会出现小便颜色非常地深的情况发生。 3.更严重的情况就是小便颜色已经成了咖啡色,这时候千万不要犹豫,一定是因为肝脏出现问题,速度就一比什么都强。 2.经常腹泻,虽然腹泻最常见的情况是肠胃方面出现了疾病,但是如果肝脏出现了问题也会使人经常地腹泻。 3.如果已经改变了平日的排变习惯,经常地便秘或者经常地腹泻,在大便的时候便便也会非常地细软,甚至经常不成形,这说明身体已经得了肝原性腹泻。 3.另外一些胆囊炎或者胆结石的患者,也会出现类似于腹泻的症状,一定要引起人的足够重视。 3.黑便,我们可以通过大便的颜色来观察自己体内的健康状况,如果出现了黑便,虽然有可能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但是如果长期的是黑便,就要考虑是否是因为肝脏疾病导致的。 4.一般我们在吃一些动物血制品或者含铁量比较高的食物的时候都会出现黑便的情况,但是在排除这两种原因之外,还是会出现黑便的情况,这时候就不要掉以轻心了,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比较让人放心。 5.肝脏出现疾病可不是小事情,它是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糖类、蛋白质等都需要肝脏进行转化才能会被人体吸收,因此肝脏在人体器官中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语。 6.所以日常生活中一定要警惕肝脏出现问题的症状,如果出现这些症状,一定要及时地去医院治疗。 7.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